欧洲联盟外长会议12号在布鲁塞尔举行 会议中对于中国大陆政策达成了基本共识 欧盟外交首长波瑞尔在会后表示 在对中国的战略安全上面 两大核心的议题就是台湾跟乌克兰 而在经济上波瑞尔强调跟中国不脱钩 而是以公平的方式取得平衡 我们必须要与中国在很多方面 为很多问题 而在同时我们必须要比较与中国 而去减少我们的关注 当这些关注变得太大 非常危险 危险就是只是一言 但背后这一言 有很多工作 我会花时间 去调查我们的经济关系 与中国的关注 不是为了拒绝 而是为了平均的方式 平均的方式 减少和减少的关注 在一些重要的区域上的关注 欧盟外长同意有必要 重新调整欧洲对中国的立场 降低依赖并劝诱 北京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当中 要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根据媒体报道 一名欧盟高层官员表示 这次欧盟外长会议最重要的 就是对于打造伙伴关系 俄乌持续的激战 还看不到和平的曙光 但先前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 首次通话之后 大陆外交部12号就宣布了 将要派特使李辉 下周访乌克兰 俄罗斯等五个国家 强调出访的重点 就在于劝何促产 俄乌战争出现调停曙光吗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宣布 将在下周 派遣特使李辉 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 以及其他欧洲国家 来商讨政治解决 俄乌战争的方案 5月15日起 中国政府欧亚事务 特别代表李辉大使 将赴乌克兰 波兰 法国 德国 和俄罗斯五国访问 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同各方进行沟通 汪文斌强调派特使李辉 就是要劝何促谈 坚定站在和平的一边 据了解李辉担任 驻俄罗斯大使长达十年 被称为俄国通 因此外界期盼 他此心能够有效降低冲突 甚至停火指战 但战争前线依旧残酷 网络上流出俄乌激战画面 乌克兰第三突击旅 在巴赫姆特西南方的 比拉赫拉对俄军反攻 宣称击毙至少64名俄军 帮助乌军在东部前线 顺利反推至少两公里 外界预期乌克兰将对俄罗斯 发起大反攻 但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表示时机还没到 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则表示 俄罗斯85%军力 投入在侵略乌克兰 没有余力进犯北约盟国 因此鼓励盟国 多提供库存军火给乌克兰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也坦言 这场仗极为艰困 但仍将继续攻势 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移民法第42条法案 终止大批中南美洲来的移民 正打算要踏入美国土地 而移民法松绑的第一天 来看当地状况 不少人是西加带卷在边境排队等候 尽管原本的法规已经松绑 但是美国国土安全部长任就是提醒 新的法规反而会让这些非法越境的人 会面临更严重的后果 非法移民者一旦被抓到的话 就会被遣返 同时如果不服申请庇护条件的话 这些人五年内将会禁止进驻美国 未经许发表示 未经许发失增速 本次的もう一 immortals 咱们就去往一边 故随患 除非能る